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特别喜欢教我们做那种有馅的面食 这是不是代表了内涵 对对对 今天我们又是有内涵的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紫薯馒头 对 是吧 今天我们做的面食就是叫紫薯馒头 紫薯是一种很好的养生食材 用它做的馒头更是主食中的精品 而今天我们来制作它 则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面粉 白糖 泡打粉 酵母 烤熟的紫薯 黄油 牛奶等 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一学鱼式紫薯馒头 好嘞 那我们还是呢 博发面 先要做馒头嘛 面粉我们把它拿出来溜凉 放在这个大盆里边 还是那个发酵粉直接对在面里边 取之枯板 泡打粉和发酵粉 哪样 对 泡打粉也叫发酵粉 这个是酵母 酵母呢 这么一大汤勺跟这个糖 我们看一下这个糖的量比平常又大了 因为平常我们和一斤发面也就放上三千左右的糖 今天我们放这么小半碗 就是一两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加 第一呢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一款甜品 馒头 而且是加馅的馒头是甜馒头 甜馒头 所以说呢我们既然做甜馒头 就让它由内到外全都是有这种甜的口感 就把这个面呢就和成甜的了 明白了 我们还是把糖跟酵母颜开了 倒在面粉里边 将这个面粉 酵母 糖 发酵粉 给它均匀的拌在一起 分几次把水加入 好 再倒一半 行 分几次加水的那个好处就在于什么 很好的掌握用水量 在和面的同时呢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馒头面 到底要活成什么程度 用量化来感觉就是一斤面粉 然后半斤水 就是比烙饼面稍微硬一点 比面条面的稍微软一点 其实这个硬和软 现在您说起来的时候 完全是靠您自己在活的时候的一种感受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啊 凡是大疙瘩的地方 吃水量肯定大 相对面团就软 凡是疙瘩比较小的 甚至散的 那它肯定就没有水 那今天我们做馒头呢 就不要求这面团太软 所以说呢 到现在我们就把它吹在一起 哎呀 您瞧您现在这么说 多清楚呢 我以前几次了 您都没把这个窍门告诉我 我有啊 我说过 我这次讲的格外清楚 其实就是看那个 在加水和面的过程当中 那些成大团的结团的面粉 的量和那些散落的小面团的量的比例 其实就可以知道 如果说我想硬 在那个散落的那个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它整个一块来 那就硬一点 对 如果我想让它软 就是成大团的这种面越多越好 对对对 反正我表述的很啰嗦 大家也明白了 这真的是一个诀窍 以前您真的没那么说过 这不是我说的 好嘞 我们现在还是呢 把这面团呢 那个挺一下 好 拿一块布对吧 对 要吗 对要 嗯 制作紫薯馒头重点步骤一 在和面的大碗中 放入六两面粉 少量泡打粉 然后另取一只空碗 放入一勺酵母 一两白糖 用水稀释之后 放入盛放面粉的大碗中 边搅拌边加水 直到活成一个面团之后 放在一边形制 接下来就是制作紫薯馒头的馅了 怎么把我们平时吃的紫薯 和馒头的美味 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呢 您可要往下看 看一下啊 现在是两盘 一盘呢 是我掏出来的紫薯 这个紫薯是熟的吗 对是熟的 是怎么 是蒸熟还是 我这个呢 是烤熟的 烤熟 然后我呢 让那个观众朋友看的更直接一点 来咱们把它劈开 如果我们这个紫薯 不管用什么成熟方式 是煮熟了 是微波炉打熟了 或者说用烤箱烤熟了 它这么吃 不管它甜也不甜 我们都能接受 因为带进层薯皮 又刚熟的是有淡淡的香味 当我们把它那个作为馅鲜来讲 它的这种程度呢 就不符合标准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就是说它的味道 实在是不足够浓郁了 对 它就是不够作为什么 咱们今天做的紫薯馅馅 馒头里面的馅鲜的标准 所以说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甜呢 于师傅肯定是要往甜来料理 这个紫薯馅 对 我们现在把锅呢 上火 还是中小火 放上一点黄油 紫薯跟黄油 白薯跟黄油 都是很配的 然后紫薯呢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一呢 是色泽艳丽 第二它很干 比那个红薯要干 对 我们把这个紫薯 直接倒在锅里边 黄油在火上化一化 化一化 然后把紫薯直接倒进去 对 刚才您特意强调了紫薯 它的这个质感是比较干的 比较沙的 对 所以也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它要用黄油 这样的话就能让紫薯变得很滋润 对 紫薯啊 从营养价值上来讲呢 是比这个红薯的要高一倍 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对 它倒是确实对健康特别有好处 到这会儿呢 加上一点点牛奶 增加奶香味的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把这馅鲜给它进一步的软化 刚才我们一开头就说了啊 您是开玩笑说是因为是自己特色才这样做 嗯 其实就是说把紫薯粉跟面粉 如果是合在一起做馒头 对 为什么您选择了把它做馅料呢 是为了可以多吃一点紫薯吗 这个吃紫薯量呢 肯定会上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这么着口味呢 会比咱们那个直接把这紫薯跟面粉合在一起 做馒头的那个要好得多 嗯 如果是有人一定要把面紫薯粉和面粉合在一起 那这个蒸馒头的这个就是影响它发面的这个过程吗 如果我们要直接把紫薯跟面粉直接合在一起 然后像蒸馒头蒸花卷 或者蒸杂粮包 只要把比例配好就成 它的比例是什么比例啊 然后这个紫薯呢 属于杂粮 面占三成 嗯 面粉的占到七成 嗯 这样就不会影响它发起来的这个程度了 那我们看 加了黄油一起炒这个紫薯 然后就加了牛奶之后呢 紫薯变软了 变软了 最后加糖 因为糖容易糊化 嗯 加多少的量 我们得看看 嗯 是紫薯的那个 少一半 就可以了 少一半 对 是紫薯量的少一半 它的甜度就够了 炒到什么程度 您觉得就可以了呢 炒到紫薯 跟糖 跟黄油 融化掉 闻着气味 有香气了 有那油的焦香味 嗯 就可以了 好 来 关火 好 现在炒好了这个 红薯馅了 对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盆里边 我们已经闻到那个奶和黄油 混合在一起的那个紫薯的香气 出来了 好 这个馅料准备好了 面对着香气扑鼻的紫薯馅 您是不是想问 它是怎么做出这四脚开口的馒头呢 接下来 于师傅为您展示这其中的诀窍 到这会儿呢 我们还是给它简单的揉一下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拿出这面团的直接就使了 不再吹了 怕它上劲 嗯 刚才我们在炒馅的过程当中呢 这面子就没有再进行第二次复吹 嗯 现在我给它揉了揉 揉了揉 让它光滑了 开始下劲 下劲的通常呢 也就是进步的醒一下 明白了 也就是说您不用再在穿上 非它更多的功夫了 嗯 它已经扒的差不多了 对 你要开始我们看一下 开始已经有很大的蜂窝了 嗯 现在呢 于师傅在向擀劲是吧 对 先下剂子 嗯 我们把剂子 下好 要做馒头 嗯 我们要做带馅的馒头 好吧 下好的这个剂子 拿出一个来 反正按成皮 嗯 因为我们做的是馒头啊 对擀皮呢 也是有要求的 平常呢 我们教大家做包子的时候 肯定是擀成这个状态 边上很薄 中间很厚 为的是什么 怕它掉底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馒头呢 平着推 让它薄厚均匀 是一致的 开始包馅心 是 把刚才我们炒的这个紫薯馅 给它放在中间 手还是给它弓起来 成一个小窝状 嗯 顺着一边 刀出一个包子 这些馒头的收口 到这会儿呢 还是继续收 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刀子就包好了 现在肯定是包子 我把它给倒过来 它就变成馒头了 谁还能说这是包子 搓一搓 你要干嘛 成馒头状 把它的顶部用刀 轻轻的 十字 划开 当划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 它的皮呢 会是很薄的 很容易把里边的馅心呢 就露出来了 我们看到里边是紫色的馅心 那这紫薯馒头的成品 半成品 就做好了 现在我承认它肯定不是包子 但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馒头 它是那种叫开花馒头的 对吧 真正的开花馒头啊 它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用刀来腊出来的 哦 它是发面呀 发的一种手法 给它发的大发了 然后之后蒸出来自然开花的 那个叫开花馒头 就是说开花馒头 那个顶上开的花 是在蒸的过程当中 自然爆裂的 对 它就不是说用刀腊出来的 好 我们还接着刀 上上馅心 压实 用勺尖把它压实 包起 收口收盐 对 把我们现在包的这个包子 倒过来 搓一搓 成馒头状 给它搓一搓 然后呢 来 做成一个窝头 嗯 然后就使其开花 对 一定要秤着切 秤着切 对 面很软 秤着切 哎 好 切手 翻过来 哎 好 然后因为我切的时候 看手稍微使劲 就没有你那个花开得漂亮 我要拿手弄它一下 实际上这个也是咱们在做这个馒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对 我们捏切的时候捏底部 就不要按着 本来是想这儿跳了 结果还有摁下去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很像一朵奇葩吗 可以了 好了 我们做好了这个坯子了 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这个馒头坯子呢 像这个地点搁在案板上呢 给它醒上十来分钟左右 做好了还要再醒一会儿 对 还是咱们最早开始说过的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发好的面 在擀这当中呢 又给把它里边的空气给挤压掉了 变成这么一个薄柄了 我们为了让这个空气再进了一些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时间 让它像我们呢 再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活力 让它发一下 刚好这边做的水 对 水一开 然后锅也开了 均匀的刷上一层油 把我们做的这个紫薯馒头 有间歇的摆在这个屁里边 二四六七 七个 然后用开水直接蒸15分钟就可以了 好 紫薯馒头蒸着 然后再说说那个普通馒头的事吧 这个普通馒头在冰箱里还有几个呢 然后因为有这么好的馒头 就不想吃那个馒头了 那馒头又不能蒸 那我来加工一下 我听出来了 好吧 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馒头 孜然粉 辣椒粉 盐 首先将馒头切片 然后起锅放入少量的色拉油 用中小火将锅烧热 放入切好的馒头片 并不断给馒头淋上少量的油 并来回的翻面 直到馒头片两面焦黄即可盛出 接着我们调个小料 在一个小碟中放入一勺半的盐和一勺辣椒粉 将事先准备的孜然粉 将事先准备的孜然粉放入锅中小火干烤一分钟 带出香味之后倒在案板上碾碎 再往备好的小料中放上三勺 搅拌一下 撒到馒头片上 这道有独特口味的烤馒头片就做好了 15分钟过去了 到了 我们开始关火了 我们还是啊 然后锅盖上吸了很多水 要往外翻 小心不要烫到手 到这会儿呢 很漂亮的一个 挺好的嘛 对 其实这个吧 有点像火山 我们这紫薯馒头呢 就完成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紫薯馒头的制作方法 首先在和面的大碗中放入六两面粉 少量泡打粉 然后另取一只空碗 放入一勺酵母 一两白糖 用水稀释之后 放入盛放面粉的大碗中 边搅拌边加水 直到和成一个面团之后 放在一边形制 然后将平底锅中放入少量的黄油 在黄油融化之后 将烤熟的紫薯去皮捣碎 放入锅中翻炒 再加入牛奶白糖 做成馅料 接着将形好的面团 揉成长条 揪出一个个面剂子 按扁擀成皮 把紫薯馅包进去 将收口处倒着放在案板上 塑成馒头状 在顶端用刀 划出十字开口 形上十分钟 放入蒸锅 蒸十五分钟 即可食用 今天于师傅让我们体会到一点 就是做面点 除了可以满足我们的 这个最美食的这种享受 而且还可以满足我们做手工 还有创意的这样的享受 这个大胆的说句 这就是热菜无法比拟的 好了 那我们下道菜再见 谢谢医生 谢谢大家